大家知道吗?在美国,事实上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计算过他们需要为退休积攒多少钱 这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存钱 在2020年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 在一些私营行业的雇员中,有计划参与退休计划,但是并没有参加的人数超过了四分之一 另外一点是,美国人退休后的时间大约平均是20年 也就是说,退休后的这20年如何过生活,您也需要提前做计划 退休后的财务保障并不是说有就有,它需要您提前做一个计划,当然还有资金的投入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10个方法,为您的退休生活做准备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美国的人文风俗,世界奇闻趣事,以及生活小百科等等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随手订阅这个频道,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个,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开始储蓄 我想为了自己的退休做储蓄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习惯 如果你已经在储蓄,不管是为了退休还是有其他目标,一定要坚持下去 储蓄是一种非常良好的习惯,当然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一 如果你之前没有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时候开始做这个储蓄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从一些小额的储蓄开始 并尝试每个月增加一点点储蓄的金额 越早开始从前,你的钱就有越多的时间来增值 为了退休做的储蓄应该是我们的优先事项 可以制定一个计划,然后坚持下去 下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图表显示了在每年储存6000美元 年收益率是7%的情况下 你的投入在5年、15年、25年和35年以后会积累到多少金额 当你看到这个数字时,我想很多人会大吃一惊 所以储蓄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法就是了解您的退休的需求 有些人在想退休以后可能花费就少了 其实不然,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并不比现在您的生活要便宜多少 虽然许多人认为他们年老时花钱会比较少 但情况往往不是这样 人家估计要想维持您现在工作时的生活水平 那么在退休以后,您需要的支出金额 就是退休前您收入的70%甚至到90%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会更加经常的去咖啡馆 或更多的去旅行、探亲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资金的支持 您在退休后,最不希望的就是被迫斤打细算 在您的预算中找出您在退休后可能省钱的地方 例如,如果您在退休时,您的抵押贷款已经付清 您就不必再为这笔大的月度开支做预算 为了获得要提前进行规划 第三个方法就是向雇主的退休储蓄计划进行公款 什么意思呢? 如果您的雇主现在提供401K的计划或其他退休的储蓄计划 相信很多公司会提供不一样的退休计划 不管是任何退休储蓄计划 那么您应该立即加入 并尽可能的多提供一些管项 所带来的福利就是您的应交税额会降低 可能有些公司会提供更多的资金 而且自动扣滑也很方便 因为放到这个401K的计划里面 它会产生复利 还有一个税收的地盐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用这种方式积攒出来的钱 数额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你的退休计划的详情 检查一下401K计划里面雇主的一个匹配 很多公司都会给雇员提供一些 与401计划当中的资金相匹配的费用 例如您的贡款需要达到多少 才能得到雇主的金额贡款 您加入该计划的时间需要多久 才能得到这笔钱 另外也可以使用自动升级功能 一些退休计划提供了自动升级选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增加您为退休储蓄的金额 它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每年递增1% 或者遵循公司所制定的一些不同的政策 这个也是非常有利的 第四个方法 了解雇主的养老金计划 如果您的公司有传统的养老金计划 您需要了解你是否在这个计划的范围内 以及这个计划是如何运作的 你可以缩取一份个人福利表 看看您的福利价值是多少 在您患工作之前 要了解你的养老金福利会怎么样 了解你可能从前一个雇主那里 获得了哪些福利 再来了解你是否有权 从你配偶的计划中获得福利 美国有些公司会给他的雇员的配偶 也会有一些福利 第五个方法 考虑基本的投资原则 谈到存钱 您的储蓄方式与您的储蓄额度一样重要 供货膨胀和您所做的投资类型 对您在退休时有多少储蓄起着重要的作用 了解您的储蓄计划或养老金计划是如何投资的 了解您的计划的投资选项并提出来一些问题 把您的积蓄分散到不同类型的投资中 通过这种多样化的方式 您更有可能降低风险提高回报 您的投资组合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这取决于您的年龄 目标 财务状况等多种因素 财务保障和财务知识是相辅相成的 大家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第六个方法 不要动用您的退休储蓄 如果您现在提取退休的储存 您将失去本金和利息 您可能会失去税收的优惠 必须支付提款的一些罚款 如果您更换工作 保持在您目前的退休计划中 您所投资的储蓄金额不变 或者将它们转到一个RAA账户或新雇主的计划中 另外也可以考虑工作更长的时间 如果您即将退休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继续工作 和再增加一年的收入可能带来的不同 您可能会存更多的钱 或者还清抵押贷款 这可能会帮助您在退休时有更多的可用资金 那么我们知道 在美国正常的退休年龄是65岁 如果你延长一年 那么你的退休金就会涨 延长两年 退休金的涨幅会更高 这个具体数字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给大家分享过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 来查看详细的信息 另外一个是考虑退休后的副业 除了储蓄之外 你可能还可以做一些感兴趣的兼职工作 来增加退休的收入并保持活力 因为人一旦闲下来 那么你会觉得无所事事 如果你想待在家里 那么你可以搜索一些远程工作 这样你就不必出差 或者每天出门去上班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考虑 您是否要继续工作 对许多人来说 退休意味着放慢速度 而不是完全停止 如果您计划在退休后 继续做一些兼职工作 你可以把这种潜在的收入考虑进去 无论你有什么技能 可以转化为教学或咨询类的工作 或者你只是想通过兼职工作 来保持平时忙碌的生活 那么这些额外的收入 对退休后的生活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七个方法 要求您的雇主建立计划 如果您的雇主没有提供退休计划 您可以建议他建立一个 有许多退休储蓄计划可供选择 您的雇主可以建立一个 对双方都有帮助的减板计划 第八 把钱存入个人退休账户 您每年最多可以向个人退休账户 存入6000美元 也就是我们说的 RI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存入6000美元 如果你年满50岁或以上 您可以投入更多 您也可以从较低的金额开始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个人退休账户 还有税收的优惠 当你开立个人退休账户时 您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传统的RAA或ROOTS RAA 您的贡款和提款的税务处理 将取决于你选择哪一种 此外 你提款的税后价值 将取决于通货膨胀 和你选择的类型 RAA可以提供一种简单的储蓄方式 你可以设置从你的支票或储蓄账户中 自动地扣除这一笔款项 并存入这个个人退休账户 第九个方法 了解你的社会保障福利 贫穷而言 社会保障退休福利 可以覆盖退休受益人 退休前收入的40% 也就是Social Security 你可以上社会保障总署的官网上 使用退休估算器来估算您的福利 如果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大家还可以给这个网站打电话 电话是800-772-1213 第十个方法 估计您的退休提取额度 花点时间为自己建立一个退休预算 包括您将继续拥有的任何开支 比如抵押贷款 水电 食物 还有基本的娱乐活动 你每年需要从你的退休账户中提取多少钱 才能生活得很舒适 这个需要大家来做一个预算 许多财务顾问这样建议 在你停止工作后 每年计划提取你退休投资组合的4% 鉴于这个建议 一个为退休从了100万美元的人 每年将有4万美元的支出额 了解你的财务需求 会有助于确保大家为退休而储蓄了足够的资金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十个方法 为您的退休生活做准备 今天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是来自于 美国Social Security 美国社会保障局的官网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官网上 找到更多更详细的信息 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有所疑问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提问 我们会尽可能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Echo 我们下期再见